Windows使用Linux和Docker,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使用虚拟机,而我更推荐使用适用于Linux的直系统。 虽然这也是使用的虚拟化技术,但对比常规的虚拟机来说,这种方案性能更强,占用资源更少,并且和Windows共存,文件还能互相访问,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而想要使用Linux直系统,也就是WSLR,这是官方的系统要求。 我们点击WIN加R,然后在输入框里输入WINVR,回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系统版本。 看自己的版本是否符合要求,对于系统,我更推荐使用WIN11,因为使用WIN11能够让Linux局域网访问更加方便,当然WIN11也可以,不过更麻烦一些,要做端控转发,我后面会说到。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,体验完整的Linux在Windows上,让Windows秒变家庭服务器。 首先打开控制面板,点击程序,点击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,把这个Hive4V打开。 如果你没有Hive4V,是因为你的Windows版本不是专业版级以上版本,所以你要更新一下你的Windows版本。 找到适用于Linux的Windows直系统,还有这个虚拟机平台都要点开,然后点确定。 这个时候它会让你重启,我们重启。 重启完成后,我们来设置一下WSL的版本。 现在末认是WSL,不过我们还是设置一下比较好。 输WIN加R,输CMD,回车。 然后执行这个命令。 把WSL版本设置为2,然后设置完成之后,我们可以安装适用于Linux的直系统了。 现在有两种安装方式,一种直接在微软的应用商店安装。 这里大家一定要退出代理软件,不然很有可能会打不开。 我们直接搜索Ubuntu,在这里就可以进行安装了。 第二种方式就是直接在命令上安装。 我们可以看到,现在支持安装的版本,输入这个命令。 然后我们还是安装Ubuntu。 因为我这个是显示bug,这个Linux的直系统我已经卸载了,但是微软应用商店显示是也安装。 等待安装完成。 这样就是安装完成了。 然后它这里让我们输入用户名,我们输入。 然后输入密码,我们设置一个密码,注意这里设置密码是不显示的。 确认密码。 然后安装成功。 然后我们的Linux的直系统就安装成功了。 如果你是微软应用商店安装的,也会让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,也会让你创建用户名和密码。 跟我刚才的操作是一样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Docker,并为Linux的直系统来启动Docker。 首先我们来到Docker的安装网站,也就是这里,这个网址。 然后我们下载Docker的桌面端。 下载好后打开,安装。 然后点击OK,注意这两个对号都要打对勾。 这里就安装成功了。 我们打开刚才安装的Docker。 点击接收,这里如果有账号的话就注册,然后登录,那我就不登录了。 然后点击这里的设置,点击WSLIntegration,把这个打开。 点击应用和充启。 充启完成后,这里显示已经打开了。 来到我们Ubuntu的直系统。 然后我们 先获取一下入的前线。 然后我们看一下Docker是否安装成功了。 可以看到Docker安装成功了。 这里Linux直系统和Docker都已经安装完成。 安装完成后,我们部署在Linux直系统的服务,只能本电脑访问。 局域网不能访问。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有两种解决方式。 一种是镜像网络模式,另一种是端口转发。 这两种模式我更推荐使用镜像网络模式,但因为镜像模式要求的系统是Win11,所以Win11用户没办法使用。 我先来说镜像网络模式。 首先关闭WSL。 关闭之后,打开磁垫了。 在这里输入这个。 这个是报错,不用管。 因为当你重新启动的时候,它就会正常了。 点这里。 然后我们根据微软的提示,需要这个.wslconfigure。 可以看一下,正常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文件的,所以我们要求创建一个。 在这里创建这个文件。 创建这个文件。 然后计时门打开。 然后输入这个。 然后保存。 设置好后,我建议重启一下电脑。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。 然后我们打开零尼克斯的直系统。 然后再打开docker。 这里我都已经打开了。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访问一下,这是我刚才部署的一个服务。 就是这个。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。 开源的。 可以看到我在本地部署的这个网页已经成功了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手机的看看能否访问到。 注意,使用镜像网络模式,你部署在零尼克斯直系统的服务。 只能用127.0.0.1来访问。 不能使用。 这个地址。 不能使用分配给你的IPV式地址。 然后如果你要想在其他服务器上访问,就要使用这个地址。 不要搞混。 不要用这个地址访问这个端口。 不然会访问不成功的。 因为我尝试过很多次。 不知道只是我的问题。 还是什么。 因为这样访问的话。 是没法访问成功的。 这里我在手机端里给大家演示。 看是否访问成功。 可以看到手机端可以访问。 所以这就是镜像网络模式。 镜像网络模式设置成功后,我们就可以在机翼网中进行访问了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,如果没有镜像网络模式,如何机翼网中进行访问。 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端口转发。 接下来,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设置端口转发。 如何进行端口转发。 首先,我们打开我们的Linux的直系统。 出这个命令。 可以看到,这是我们的Net的地址。 我们复制这段地址。 我在这个服务器上, 部署了一个List。 我可以看一下。 然后是可以访问到的。 但是,如果你在机翼网访问,就访问不到。 怎么办呢?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团命令。 把这个端口改成List的端。 就是你部署Full的端口。 也就是你部署Full的端口。 这个是5244。 所以我们改成5244。 然后,监听的端口是0.0.0。 连接的端口也改成5244。 然后,连接的地址。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。 复制。 粘贴。 然后,这个时候,我们来到PowerShell。 找到PowerShell。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 好,我们刚才设置的端口转发。 配置一下。 然后,用这条命令查看是否转发成功。 可以看到,5244的端口已经被转发出去了。 接下来,我们来到手机端,看是否能够访问成功。 来到手机,搜电脑的地址。 可以看到是能访问成功的。 所以,这里的转发也就设置完成了。 然后,要删除这条规则,就可以用这条命令。 然后,这条规则就被删除了。 然后,我们再来用这个命令查看是否端口被删除。 注意,这个删除命令只需要把这个端口改为你转发对应的端口就行了。 就可以删除这条规则了。 然后,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 后面,我会出一系列Linux直系统的玩法。 让我们的电脑变成家庭服务器。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,点赞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